全世界最高的酒店诞生在上海 虽然上海中心算不上世界最高的楼 但是它这个里面的酒店呢 却是世界最高的酒店 那它最近也开门迎客了 所以红红的这样的一个中国红 喜庆的迎接四方来客 当然要入住这样的一个酒店 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这个酒店呢 还特别开放了一些参观的路线 所以你不住这个酒店没关系 你可以到这个酒店来看看展览 参加一些酒会 进行一些公务的会谈 所以以后有什么商业活动的话 其实安排在这个上海中心的这家酒店 是非常好的 那这家酒店的名字叫做J Hotel J Hotel J酒店 一个字母 那其实这个J里面呢 肯定大家能想象的就是 这个叫做景江 所以它的重要股东是景江 景江集团 所以这个上海中心呢 也非常骄傲 非常自豪的 能把这个世界最高的酒店呢 赋予给这个景江酒店来运营 这个酒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但是很遗憾的事情是 这个酒店的这个运营啊 是交给了一个叫叫什么呢 叫LHW的这样子 The Leading Hotels of the World 这个是一个领先的这个酒店集团 这个酒店集团呢 它的官网上现在已经挂出了 J Hotel Shanghai Tower 这个酒店 所以里面照片也有 预定的这个时间也是可以预定的 可以check in的 所以这是非常棒的一个官网 那反而在国内的一些这个酒店官网上 好像还不太容易能找到这个酒店的预定的情况 所以这个也是说明这个酒店优先考虑这个海外的 不过在疫情之下 我想应该还是应该国内的土豪们去注意住 所以应该加强中文的这个宣传 尤其像咱们这种自媒体来帮着宣传 还能够在自媒体上订这个酒店 住到这个世界最高的酒店 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呢 希望能后续有视频带给大家 让大家跟我一起享受一下 住在最高的地方的感受